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耶利米苏的灵修已经进入到第44章的后半了 也就是从第15节到第30节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记载了一群神的百姓 他们非常紧紧的跟随 不是神哦 是他们的偶像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真是让我们心碎 我们来看看经文怎么说 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 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 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 回答耶利米苏 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必不听从 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向天后烧香 焦电计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 君王首领在犹大的成义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 树长所行的一样 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 享福乐 并不见灾祸 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 焦电计我们倒缺乏一切 又因刀剑饥荒灭绝 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 焦电计做天后像的饼 供奉她 向她焦电计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 哇这一段真是令人胆战心惊的记录 这一群住在埃及的妇女 当然也是他们的丈夫了 一起了 竟然公然的对耶利米先知说 你所说的我们就是不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以前住在犹大成义 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我们和我们的列祖 一向向天后烧香焦电计的 那是一个偶像 不过我们当年这样做的时候 哇很丰富 吃得饱又有福乐 只是一旦我们停止 哇灾害就来了 想到这一幕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 我们要继续向天后烧香焦电计 做饼 天后像的饼来供奉她 神的百姓落到信仰上这种地步 真是不堪啊 这背后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这群犹大人竟然如此的坚决 跟从偶像离弃真神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以经验取代了信心 信仰永远与信心有关 假如我们认定的信仰 是由我们的经验决定的话 那人生的经验永远是有限的 对吗 我们的经验受到时间 空间 环境 种种的因素 譬如刚刚这群妇女说 我们拜天后的时候很得饱足 一不拜的时候 一切就变样了 饥荒了 死亡就来临了等等 不过这段经文 反映出妇女 她们只是从生活经验里面 去归纳出信仰的原则 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在拜天后的时候 得饱足 你怎么知道 饱足的来源是因为拜天后呢 或者不拜天后的时候 得灾害 我们怎么证明 得灾害是因为不拜天后 而不是自己犯罪呢 总之 用经验取代的信心 这是在寻求信仰 晋升的神的百姓 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求主引导我们 让我们不是靠着我的经验 人类有限的经验 甚至是误导的经验 来引领信仰的进程 反而是要依靠神的信心 跟着神的旨意继续进神 才是一条正路 所以下面的经文 圣经就给我们一个 更深刻的讲解了 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 他的男人妇女说 你们与你们列祖 君王首领 并国内的百姓 在犹大成义中 和耶路撒冷皆世上 所烧的香 耶和华岂不纪念 心中岂不思想吗 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 所行可证的事 不能再容忍 所以你们的地荒凉 令人惊骇 咒诅 无人居住 正如今日一样 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 没有听从他的话 没有遵行他的律法 条例 法度 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 正如今日一样 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 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 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 你们和你们的妻 都口中说 手里做 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 向天后烧香 交电祭 现在你们只管 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 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 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大名启示 在埃及全地 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 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 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 必因刀剑饥荒所灭 直到灭尽 脱离刀剑 从埃及地归回 犹大地的人数很少 那进入埃及地 要在那边寄居的 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 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 是我的话呢 是他们的话呢 先知耶利米回应这一群无知的妇女 再一次提出神的审判会来临 他们所做向天后烧香 交电祭的这些拜偶像的事 神知道的 只不过神给他们机会 愿意他们在这些神的容忍之中有转回 但是他们却完全不理会神所给的机会 于是印着景象背离神到底 那神的审判就不得不来到了 耶利米说这个审判非常严肃 严肃到一个地步 让大家知道 到底神的话对 还是你们的主张正确 在这段经文里面 多次出现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为什么呢 再次回到刚刚我们讲的主题 信仰与信心密不可分 信仰不是用经验来定义 信仰是用信心来导引的 因为人的经验永远涌现 有时候我们的经验也会脱续的 人没办法看长远 当然更没有办法看永恒 信仰是一个长远 永恒的事 人不能够用短短的经验来定义信仰 寻求信仰 因此 耶和华的话就成为信仰的最终极指标 今天我们在末世时代 教会也面临到很多很多的挑战 价值观的挑战 形式为人的挑战 各种的挑战来临的时候 我们不能靠经验去定夺 是和非 而是要从耶和华的话 也就是神的话语中 才能做出一个信仰的抉择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两种心态 两种模式 两条道路 愿主带领我们 选择一条合身心意的道路 那就是听耶和华的话 跟从主的教训 而不是以个人的经验 作为信仰的判断 愿神赐给我们智慧 平安 以敬虞 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